大家好,我是莊元大姐姐 那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可以自己調製的熱紅酒醋 那它是針對冬天手腳會冰冷 或是特別怕冷的人 每天一杯可以緩解手腳冰冷的問題 那這些是我們可以調製的 莓果類的口味 百香果也可以 那它都可以混搭 那當初我有這個想法 因為國外他們天氣冷的時候都會煮熱紅酒 那他們也是紅酒放一些水果跟桂皮那些去熬 但是我們家的醋不用那麼麻煩 就是線條可以現盒 那我這邊告訴大家比例 就是用一般的涼杯 不用抓得很精確 因為你調酒之後你就知道自己的口味 今天我用黑櫻桃醋做示範 然後它跟紅酒的比例是1比1 我們就是直接這樣倒下去 黑櫻桃醋1 然後紅酒1 只要是莓果類的都很適合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有準備好熱水 這個是熱水 因為這個倒進玻璃的這個量杯沒關係 是因為它倒下去的時候已經沒有那麼燙了 那熱水就直接倒下去 大概也是1比1的比例 那這樣的話就已經調好了 那它的口感跟那個歐洲的熱紅酒是一樣的 那就倒到那個馬克杯裡面 你就可以在冬天享受一杯很舒服的熱紅酒 它你喝久了你的手腳冰冷問題也會做很大的改善 這樣紅酒醋比你在鍋子裡面煮好方便 就不會讓它 DX5 1 如果再做了其��的 Beer 那線條線盒也非常好喝 那線條線盒也非常的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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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